欢迎收听凡人修仙传第937回 却默然幻化出数倍大小的巨大的拳影 一只灰蒙蒙的一只五色光叶流转不定 同时发出了螺旋般的巨大的拳押 仿佛将附近的空气一下子都压缩收于一点 轰轰两声巨响 耀日光芒大晃之下呀 韩丽两只手臂上的长袍瞬间化为了灰烬 而拳影和闪电却在爆裂中同时飞灰烟灭 韩丽一个亮相从空中坠落而下 但马上的身形一挺重新就站稳了身形啊 并抬头看向了远方的血胶 目光呢是冰寒异常 竟然似乎丝毫损伤都没有的样子 血雾中的血胶倒吸了一口氧气 再也没有办法掩饰心目中的那种亥然了 这个时候 高空血云在放出了闪电之后 仿佛耗尽了能量 片刻的功夫就溃散消失了 怎么 你已经接下了我十二成的天罡血雷 不过此神通我还未真正的修炼成功 我只要修为再深一层就可同时驱使四波血雷 无论如何你也不可能再接下来打 雪胶虽然说惊讶无比 但是呢还是有些不甘 寒厉听了这话 目中蓝芒一闪 没有回话 却身形忽然一晃 在一股清风中消失了 下一刻 雪雾上空 狂风一起啊 寒厉身形诡异的随风险现 同时 数十道金色剑光 狂风暴雨一般的激热而下 剑气纵横之间 附近虚空 都是一阵阵的翁鸣作响 一道道白痕交叉闪现 瞬间呢 将整团的血雾都淹没进了剑气当中 在如此多剑气的搅动之下 里面模糊的身影瞬间就被斩成了无数碎片 但等血雾都被劈得溃散一空之后 原地呢却空空如也 哪有雪胶丝毫的尸体 汉里微微一愣 还没有来得及四下一扫的时候 雪胶的狂笑声突然从百余帐外的高空中传来 既然你接下了天罡血雷 血某自然不会冒险和你再争斗下去的 但只要我回去回禀此事 我家主人一定对阁下大感兴趣 当那个时候你我再次见面的时间不会太长的 汉里急忙一抬头望去 只见声音发出之地空间波动一起 一道淡淡的血影一闪而出 随即呢 通体雪光一闪 一下子就化为了一刀血红击射而出 也不知道这雪胶啊 施展了什么诡异的盾树 血红呢竟然能在飞盾中施展缩地树一般 盾光看似平常 但是每一下闪动过后 血红就一下子横跨百丈之远 直至几个闪动过后 就到了天边尽头处 再一闪 就此消失得无影无踪 这种顿速 即使是汉里全力发动风雷翅的威能 也不过如此啊 汉里脸上一丝惊讶闪过 身形浮在半空中 却最终没有追过去 扮上之后 他忽然呢 两手一抬放在了自己的眼前 只见原本金银白皙的两只手掌 此刻一片淡黑 并隐隐的有一股焦糊的味道传出 汉里目光闪动之下 沉音不语 这位血骄绝对是他所遇到的 一切人妖中合体欺下的第一人 那真要是和对方生死一搏的话 他纵然还有许多杀手锏 胜率也不会高于七成的 对方施法的这种叫天刚血雷的神通 实在是威能太大了 而且食物的宝物 似乎根本无法防御的样子 否则在被对方用此雷攻击的时候 轻如风云剑不会丝毫作用不起的 而且听对方所说 此中神通惊人还未完全修炼成功 这怎么能不让汉里心中是翻滚不定呢 不过最让汉里这脸色不定的 还是血胶口中生生所称的主人 不用问呢 这等存在根本不是现在的他所能够对抗的 汉里虽然说心中大感疑惑 自己何时招惹到这种可怕的敌人呢 但是现在也没有闲情意志细想此事 必须返回地上才行 只有回到地面上 有那些非灵族的长老在 向来这名大敌也拿他没有任何办法的 汉里心中片刻就既定好了一切 当即一回头看了一眼仍在和巨大章鱼激战中的三人 目中寒光一闪 一下子化为雷道惊鸿 本下方击舍而去 正勉强压制住章鱼妖物的雷兰三人 只觉呢 眼前金光一闪 接着无数道金色渐气 密密麻麻的从空中一路而下 原本凶恶无比的巨型的章鱼身躯 连红的石鱼根 硕大的触手 几乎在一瞬间的就斩成了无数截 一股血腥之气立刻四下散开 金光一脸 汉里身形在一堆碎肉上空浮现 一扫雷兰三人之后 冷冷的说道 给你们点时间 将明艳果摘下 然后随我马上返回地面 超过此时间 我不会等你们任何一个人的 汉里的话语仿佛嘶吼 感情都没有 听到汉里冷酷的话语啊 雷兰三个人自然看出 汉里绝没有说笑之意 惊讶之下 不敢耽搁地 纷纷飞到了那几棵明艳果树下 各夺取出一个墨匣 将几棵成熟的明艳果摘取而下 其中呢 秦晓更是乖巧地将其中一枚装好后 双手将木匣捧给了汉里 汉里没有客气 刨袖一抖 青匣飞卷过后 木匣消失得无影无踪 这个时候 雷兰和白帝二人也分别地说好了明艳果 回到了福建 走吧 路上不要有任何的停留 一定要在最短的时间之内返回地上去 汉里沉吟了一句 身上清光义气 化为一道青红 腾空而走 他竟一句废话都不愿多说呀 白帝等人不知道 汉里为什么会变得这么急于离开地渊 但也猜到 此事多半和顿走的血胶有关 连深不可测的汉里都这般模样 他们更加的忐忑不安了 不敢落下分毫 雷兰等人催动动光 纷纷地紧跟了上去 一行人眨眼之间破空远去 你的唱听别样精彩 两天之后 迪恩三藏了那幢木炙的大殿当中 那朵金色的巨花 仍然在上面的黑影女子 正在单手拖着下巴沉吟着什么 此刻的大殿中 除了旁边两名一身绿衫的侍女外 再无其他艺人了 突然 殿门外一道血光 激射而来 光芒一脸过后 一个娇手人身的血色妖物 棒跪在大殿当中 正是那名和韩丽 刚刚交过手的血胶 拜见主人 是你啊 事情办得怎么样 有没有将那几人杀掉 把惊魂取回来呀 女子木光在血胶身上一扫淡然问道 骑兵主人 血毒无能 没有杀掉那些人 血毒低头说道 哦 这么说 这些人真有问题了 女子没有生气 反而一下子感兴趣起来 是的 主人 其他的人倒还罢了 只是普通的灵匠及非灵族人 但是其中一人 竟以灵匠修为 应接下小人实诚的天罡血雷 并且用肉身 承受血合 鸣针一击 并反弹而开 主人先前已经有过叮嘱 若有不妥 立刻马上回来 禀报此事 故人小的一击不中 就回来复命了 血毒清清楚楚的 一一的讲述了出来 哦 能接下天罡血雷 肉身反弹 我的鸣针 金花上黑影 虽然早知道 自己会听到一些 不同一般的消息 但还是被血雷的话语 给惊了一下 不错 不光如此 这个人顿数 也极其的惊人 还身怀其他几种大神通 小的就算全力以赴 多半还是落败居多呀 血雷迟一了一下说道 其他知识倒还罢了 世间神通万千 身具几个逆天神通 能接下你的天罡血雷 并不算什么新鲜的事 但一灵匠修为 就能用肉身反弹你的鸣和神针 这可就不同一般了 说明此人肉身强横已经到了极点 正是最佳的祭祀血石 很好 我们最后应该准备好三个极品血石 现在才不过找到了一个 我正在为此发愁呢 女子的话语中竟然有了一些欢喜 主人的意思是 哼 我 我自然会亲自出手 将这个人生擒了回来 用来当作最后一次祭祀的谢石了 女子口气阴分了起来 可是主人 这个人不是地血大人想要的人吗 血骄忍不住的提醒道 他通过其他渠道早就知道了此事 哼 地血老怪明着想要灭杀这些非灵人 实际上应该是冲着他们的阴魂而去 多半是和阴险鬼翻有什么交易吧 我只想要这个人的肉身和地血的目标并不冲突 有何忧虑的呀 女子冷声说道 竟将血袍人的目的猜得起起巴巴 啊 主人明鉴 血骄有些恍然 事不宜迟 我现在就过去 血骄 你也跟我传送到第二层 一起追上这个人 自灭 血骄弓身硬道 站起了身 而金色巨花上黑影一闪 女子带着模糊的黑光 鬼魅一般的一下子站到了血胶旁边 单手一掐绝 口中念念有词 顿时一片漆黑如墨的光霞 从女子身上喷出 一卷之下就将二人呢 都包裹在了其中 一个闪动 二人就骤然在黑霞中消失的无影无踪 另一边呢 在韩力全力的催促之下 雷兰等人只花费了一天多的功夫 就顿出了以前数日的路程 仍然在一路狂顿不停啊 好在路途上 一些危险和妖兽 早已经被扫荡过一遍 路线呢 也已经熟悉 无需再多考虑和分神什么 但就是这样 如此强度的日夜前进 就算白痞秦晓等体内灵力 着实消耗不少 大感吃不消 但是三个人一看 飞顿在最前面的韩力 一直脸沉似水的模样 心中呢 一阵发虚之下 也不敢有丝毫的抱怨 只能咬了牙 继续的坚持下去 又过了一天之后 当前边一片沼泽出现之后 黑风狂吹不停的二层出口 隐约可见了 韩力心中微微一松 不禁的轻吐了一口气 但是毫不犹豫的带着三个人进入了其中 半天之后 韩力等人在第一层的山谷入口处 重新的出现了 这个时候的韩力 却做出了一个 让雷兰等人大为恶然的决定 下边我们分开走 你们几个人也不要在一起 从不同的路线全力的往地面出 一出了山谷 韩力默然了一下 突然冷冷的说道 什么 分开 韩兄 这是为何呀 白痹一惊 雷兰和秦晓也脸色微变 怎么说呢 谁到如今也不瞒你们了 我们可能被一名帝渊的妖王级别的存在 给盯住了 我就算是有些神通 也根本不可能是这种存在的对手 虽然说不知道对方会什么时候追到我们 但是分开的话 对方会多半追我而去 你们逃回地面的几率会大上一些 而我没有了你们的牵挂 也可全力飞顿 同样有逃命的机会 在一层的话 应该很少有东西还能对你们造成威胁了 韩里阴着脸解释了几句 啊 妖王级别的存在 这种可怕的存在 怎么会盯上我们 我说韩兄 你是不是搞错了呀 刷了一下 秦晓的脸上苍白无血 我怎么知道其中的缘故 但该说的都说了 小命是你们自己的 信不信 可就有你们了 但最好呢 还是马上分头动身的好 说不定下一刻对方就会追过来的 韩力目光一闪的说道 雷兰三个人呢 不禁面面相觑 但就像韩力所说的 这小命可是他问自己的呀 不管韩力所说是真是假 但既然如此说了 这三个人也只能当此事是真的 而且看先前韩力如此谨慎的模样 的确不像是危言俗听 故而在 韩力率先破空飞走之后 雷兰等人无奈之下 也只能一言的从其他方向顿走 按照韩力所说 只要能够回到地面上 他们就应该安全了 一道青红 在一片荒野风驰电车 顿速之快 仿佛雷霆闪电 只是几个闪动 就从天边一头 诡异的出现在了另一端 而且整个过程还无声无息 丝毫的声音都没有发出来 地下即使有些妖物妖虫 发现了空中的顿光 但也根本追之不及 只能眼睁睁地目睹青红瞬间 不见了踪影 青红中的韩力 却一边全身灵力流转不定 一边呢 两手各抓着一块极品灵石 源源不断地补充着体力 当年的万年灵业 早在偷渡灵界的时候 在空间节点中消耗一空了 如今纵然极品灵石珍惜异常 为了保持体内充足的灵力 他也顾不得浪费之说了 韩力在第一层和其他三人分开 他是迫不得已之举啊 先前对雷兰等人所说的言语 虽然大半都是真的 但是却隐瞒了一点 就是他隐隐地觉得 先前遇到的那些妖物 似乎都是冲着他本人来的 而对雷兰等人不太注意的样子 此种情况之下 的确是分开而走 雷兰等人呢 安全得多 他护着天鹏族的两位圣子 都找到了明燕果 并送回了第一层 他也算是尽心尽力了 下边之事 那就要靠这两位圣子自己了 而他要为自己的小命着想了 飞行至今他虽然说还没有发现附近有什么异样出现 并且距离地面入口也不太远的样子 但是韩丽仍然是不敢丝毫的大意 顿光不但没停 反而在他喷出了一口精血之后 让清光中隐隐地带着丝丝血色出来 顿速也因此又快了几分啊 对韩丽来说损耗一些元气能避开一名合体级别妖王的话 那此人是绝对的明智之举了 但是当清红在一层一口气飞行了大半天之后 顿光中的韩丽突然面色大变 默然扭头朝后傍去 只见在身后的天边处 不知道什么时候出现了一片黑色的霞光 直奔他这边滚滚卷来 只是一闪就拉近了小半距离的样子 韩丽脸色一下子难看异常 波及多想之下 背后双翅同时一亮 瞬间呢就化为了一道清白细丝 击射而出 一晃就到了百余帐外 此刻的他再也没有任何的隐藏 将风雷赤的威能彻底的激发了出来 一声轻疑从黑霞中传出 听到韩丽耳中却清楚异常 犹如有人呢就在耳边发出的一样 韩丽心中一沉 头也不回的狂催背后的双翅 清白细丝 甚至发出了滴滴的奸鸣 动光所过之处 在虚空中留下了一道细细的白痕 仿佛呢要将附近的空间直接洞穿一样 一个女子的声音传来了 就是前边那个人吧 果然有些神通 她既然被我追上了 若还能逃掉 那可真是天大的笑话了 欲知后事如何 欢迎各位继续观众收听 凡人修仙传第938回 收听凡人修仙传第938回 后面黑色霞光中 赫然是那名黑影女子 以及血胶二人 也不知道他们用了什么手段 竟如此准确的追踪到了韩丽的 女子一声倾笑 单手一掐绝 黑色光霞围着二人 是滴滴滴一转之后 一下子幻化成了一个黑色的光阵 光阵中 一芒一阵流转 就和血胶身形略以模糊 同时消失不见 下一刻 不可思议的一幕出现了 在清白细线 近似 妖异的顿素下 前方不远处 忽然空间波动一起 一个黑色巨型大阵 诡异的浮现 寒了一惊啊 再想停下顿光 可就有些迟了 风雷双翅 全力飞顿之下 纵然感到奇怪 但是却没有随心所意的控制顿素 只见清白细丝 不提防之下 一头扎进了黑色大阵当中 寒厉直觉 眼前一黑 四面八方 全都是黑色的光霞 并有阵阵的阴风席卷而来 整个人呢 仿佛顿入了冥界之门一般 寒厉心中悍然 不及多想之下 身上一声霹雳 顿时无数金壶弹射而出 化为了一条条金色的电蛇 狂舞不停 雷鸣直升大作 无论黑霞还是阴风 一接近金色电壶 全都遇到客星一般的 纷纷的爆裂而开 化为了乌有 辟邪神雷 你竟然修炼有此神雷 四面八方 想起了女子吃惊的声音 寒厉一愣 正不知对方适合用意的时候 忽然感觉啊 四周黑霞一阵旋转 并且越转越快起来 寒厉大惊 身上金壶顿时一声霹雳 同时飞卷而回 形成了一件金色雷衣 将自己包裹在了其中 但就在这个时候呢 一个女子的根根的轻笑 钻入到耳中 道友不必惊慌 妾身并没有什么恶意 只是强请道友 到在下小住一段时间而已 寒厉又怎肯真听对方之言 去做什么课 背后双齿一动 就要逃之夭夭 但是那女子却似乎早料到了这一点 突然呢 单手虚空一拍 但是一股无形距离 一下子作用到了身上 以寒厉的肉身强横 身形也不禁为之一宁 寒厉的心默然的沉了下去 而就在这片刻的耽搁 巨形法阵黑芒一闪 三个人身形就同时消失不见 寒厉一阵天旋地转过后 心中暗叫一声不好 大眼觉呢 急忙在体内一阵流转 神时这才清明了过来 他才觉得自己啊 竟从半空中传送到了一个 仿佛祭坛一般的高台之上 脚下所踩之地 赫然是另一个传送阵 离他不远处的地方 那名女子和血骄呢 正一动不动的站在那里 仿佛呢 从一开始就没有挪动过一步一般 而从附近空中的浓浓黑暗之气来看 这应该是二层以下的地缘某层 更让他心中一惊的是 阵法所在的高台附近 还占着七八名形态各异的妖物 每一个都是半人半妖的模样 修为不高 只有原因和化神的模样 但是从高台附近的大片的建筑群来看 他显然被传送到了妖物的某个巢中 韩历暗暗的叫苦不迭 一时间呢 也不敢有什么冒失的举动 只是一言不发的望着对面的女子不语 显然啊 这位女子就是血骄口中的主人了 否则的话 怎么会有这种神通 举手投足之间 就把她带到了此地来呢 倒要先跟妾身到大殿一续吧 黑影女子嘀嘀一笑 身形一动 就徐徐地朝远处的建筑群飞去了 血毒用奇怪的目光打亮了韩历一眼 也自顾自地跟着黑影女子飞走了 她似乎丝毫不怕韩历再逃走的样子 韩历在这些建筑群一扫 目光又朝高空远处望了几眼 脸上呢 显出了苦笑之色来 只见空中灰云密布 引有黑色雷电闪动 并有一股莫名其妙的灵压若隐若现 分明是被人以莫大的压力下了尽致 绝对不是她一时半刻可以破解的 但听女与先前之言并不会马上对其痛下杀手的 若是这样的话 那就先听听对方要说一些什么 只要不激怒对方应该不是不能见机行事的 韩历心中想明白了 稍微安心一些 身上青光一闪 暂时的化为了一团青光跟了过去 在黑影女子的带领之下 韩历呢跟到了一座在建筑群中最高大的木制大殿 黑影女子和血胶几步就走了进去 韩历目光在大殿两旁的几个妖物身上一扫之后 脸上却露出了一丝古怪之色出来 守在殿门前的妖物 赫然呢是几个身材矮小的猿猴妖物 每个猿猴妖物的身下还各有一只淡黑色的巨灵花 根部都插进了殿门外的泥土当中 她目光一闪露出了若有所思之色 韩历觉得自己似乎找到了 对方会主动找上自己等人麻烦的原因了 没有耽搁什么 韩历吸了一口气 在那些妖元忽视眈眈的目光之下 也走进了殿门中 大殿中空空荡荡的 除了刚进入殿中的黑影女子和血胶之外 就空无一人了 在大殿两侧排着两排木椅 而女子呢已经走到了大殿中间的一朵金色的巨花上 并稳稳的盘膝坐下 血胶呢则老实的在一旁束手而立 来人哪 给贵客上茶 女子事业寒厉 在附近一把木椅子上坐下之后 就啪啪两声的轻拍 片刻之后 一名雷晴木秀的绿山侍女 不知道从何处转了出来 手中拖着一个木盘 上面放着两杯白色的茶杯 侍女将其中的一杯呢递给了韩历 另外一杯却献给了黑影女子 竟然并未给那只血胶准备此茶 血胶脸上神色如常 对此似乎呢不觉得有什么不妥 韩历望着手中的茶水 嘴角抽搐了一下 却不敢就此一口喝下 在绝白如意的茶杯中 隐隐的散着一股心气 竟是小半杯墨汁一般漆黑的液体 别说喝下此物 就是如此近距离的闻上一闻 都让韩历的脸色变了几遍 以他的见识 刹那之间就看出了茶水中 竟然包含有不少奇毒之物 足有数十种之多 他也不过能辨认其中一小部分而已 但就是这些认出来的毒物 几乎呢全是普通人 沾之利弊之物 纵然韩历对自己的肉身 再具有信心 也不会轻易喝下毒汁的 道友放心 这杯阴煞茶 是我用八十一种奇毒炼制而成 其中一种或说数种 自然是奇毒之物 但是所有的毒 巧妙的香客之下却是无害的 反而常喝之下 对我等的神识略有增益 似乎看出了韩历的迟疑 女子淡然一笑 竟低头真喝了一口这所谓的阴煞茶 韩历 神色一动 并低头仔细看了一眼手中的茶水 略犹豫之下 还是轻轻的抿了一口 与对方神通 想用什么按手对付她的话 她也没有办法拒绝的 倒不如表现的光棍一些比较好 而看对方的样子 似乎在此世上也无需吸缘的 南湾的茶水一入口 先是一阵奇苦 再一下咽喉 却化为了一团奇热 一下子遍布身体经脉各处 同时脑中的却是一片冰凉重来 神志一下子更加清醒了几分 神念迅速的在体内一番探查 丝毫毒性不复存在 韩力心中为之一安 多谢前辈款待 但不知前辈为何将晚辈请到这里来 晚辈是第一次到地渊来 似乎没有得罪之处吧 韩力将茶杯往旁边的桌子上一放 凝重地问道 我请道友到此 的确是有些要事相伤 不过此事不及 道友呢 先在这里多留几日 过些日子 我自然会明言相告 哦对了 敢问道友如何称呼 妾身母亲 黑影女子 目光在韩力身上 仔仔仔细细地打量了一番 直将 韩力看得有些发毛的时候 才不慌不忙地说道 哦 原来是母亲前辈 晚辈姓韩 韩力略犹豫 老实地说道 在这上面欺瞒 实在是吃力不讨好的事情 哦 原来是韩道友 碧儿啊 你带韩道友到贵宾楼暂时歇息一下 无论有何需求 都一定要让道友满意 穆青点了点头 但忽然声音一寒地说道 那名原本送上茶水 就伺候在一旁的绿山女子一愣 但马上反应了过来 跪下领命 韩力无奈之下 也只能起身 跟着绿山女子走出了大殿 转眼之间 这殿中只剩下了穆青和血胶二人 黑影女子望着韩力消失在殿门方向 目中闪动不定 不知道在思量着什么 血胶却在一旁一言不发 仿佛成了哑巴一般 唱听网 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 你的唱听别样精彩 3w.听85.com 你就不想问 我为什么改变了主意吗 突然 女子开口说道 主人既然如此 自然有主人的道理 小得 无需过问 血胶 略意攻身 声音平静异常 你啊 你还真的是很有眼力见啊 其实 这也没有什么可保密的 告诉你呢 也无所谓 我之所以突然改变了想法 不大想将它 作为血石了 自然是在此子身上 发现了更大的 可利用的价值 女子轻笑了起来 啊 更大的价值 而主人莫非指的是 此人施展的地邪神雷 血胶心中一领 略思量的说道 哼 正是此人具有的此种神通 极品血石固然难寻 但总是能凑齐的呀 但是有了此神雷相助的话 我等图谋大事 又可凭空多出了一成的把握出来 如此的话 其中的取舍还用我多说吗 木卿悠悠的说道 原本事关重大 难怪主人改变了主意 不过这个人是那地血老怪 指名要杀之人 主人还要交代一下吧 那地血老怪 可也不是什么心胸宽广之人呢 嗯 此事呢 我自有分寸的 不过呢 在未将事情和姓韩的小子挑明之前 你呀 先给我把人看住了 别让他找到机会溜掉了 到时候我又要大费一番手脚的 是 小人会在这段时间之内看住此人的 血胶 功声应答 木卿满意的点了点头 然后冲其挥了挥手 血胶就识趣的退出了大殿 而黑影女子在模糊黑光中一阵沉阴 突然单手一排身下的金色巨花 巨花呢 微微一探之下 突然从花蕊中就吐出了一面金灿灿的圆镜 是让古朴引有符纹闪动 木卿一张口 喷出了一团氯气 顿时金光一晃 氯气就诡异的没入到了镜中 镜面灵光一闪 浮现出一层金霞出来 扮上之后 这才从金霞中传出了一个木然的男子的声音 木道友 你有何事找我呀 木卿听到此声音笑了起来 不知道你阴气收集的怎么样了 能否在那商定之日前凝练出足够的阴甲闲轨啊 下面几层的精锤阴气都被我收集欲空了 一层的阴气虽然说最为稀薄 但只要多花费一些时间 还是可以聚集不少的 足够鬼婆婆凝练出八千玄轨的 哎 木道友 怎么突然向在下问起此事来了呀 男子沉默了一会儿 才毫无表情的说道 按照我们的计划 这八千玄轨和地血的上万傀儡 全都是炮灰而已 是用来冲开明和群鬼阻拦的 但是最后要破除明和之地的结界 还要另行设法 只靠我们原先准备的那些手段 我看还不太稳妥吧 木卿的没有直接回答 反而略以沉音之后说道 怎么 木道友 难道另外找到什么好办法破除结界了 男子倒也反应极快 声音有些变化 六足兄真是深知小妹 小妹的确刚有所收获 想先和道友商量一下 收获 好啊 姑且先说来听听吧 男子的声音呢 又恢复了波澜不惊 今天找到了一名 可以驱使辟邪神雷的存在 那名和结界 虽说是以阴气为主的建制 但是其中最麻烦的 却是蕴含其中的名魔之气 这些魔器啊 精纯异常 我们原先的办法可并不太保险 但是若有辟邪神雷的话 此魔器就不足为据了 女子的神态呢 也渐渐的变得认真了起来 辟邪神雷在驱魔辟邪上 的确是无往不利 但是上古时候 邪龙族称霸灵界之时 几乎将灵界所有的金雷竹 都铲除得一干二净 当时修炼和拥有金雷竹宝物的存在 也都被灭杀得一干二净 这现在 怎么会又冒出一个 会驱使辟邪神雷之人 我说 你不会看错了吧 啊 男子缓缓说道 似乎有些不太相信 哎呀 这一点尽管放心 那个人施展的 的确是辟邪神雷不假 小妹这点眼力 还是有的 那唯一的问题是 就是这人 似乎还没有知道 辟邪神雷 真正的驱使法门 只是将其啊 当作普通的 雷电神通驱使 威力呢 还不能发挥 十之一二呢 哦 如此的话 倒是有可能的 此人大概无意中 得到了残留的金雷竹 这才机缘巧合之下 修成了这个神通吧 哼 小妹啊 也是这么想的 否则 若是此人完全发挥出了 辟邪神雷的威能 就连你我也要忌惮一二的 不过呢 能在此时此地碰到这么一个人 也是你我的莫大机缘呢 看来上天注定 我等大事可成啊 沐青 焉然一笑 只要这个人的身体里面 怀的真是辟邪神雷 自然是我等的一大必重 但是 你突然将此事告诉我 应该其中还有什么麻烦吧 啊 哎呀 道有明鉴 其实这个人呢 并非我第一个知道的 他呀 是地穴老怪物指名 让我击杀之人 并想让我呢 将此人的阴魂拘禁 送给他 据我推测 多把和那鬼婆子 有些关系吧 沐青微微一笑 原来如此 沐道友想签字控制此人 好吧 让我调节此事吧 男子转眼之间 就明白了沐青的用意了 小妹正是此意 热族兄应该很清楚 小妹原本就是 木陵凝形之体 对金雷竹的了解 似乎没有人可与我相比 由我亲自指点那个人的话 才能让其将辟邪神雷的 威能尽快地掌握 能赶在我等动计划的时候 派上用场 沐青娇笑着说道 似乎呢 不隐瞒自己的本意 嗯 你说的倒也有理 但是此事重大 我等几人必须面对面的商量一下 我们三人也要亲自见一下此人才可以啊 这一次 男子沉淫了许久之后才回答道 哎呀 这个自然可以的 半个月之后 就在我处一句吧 鬼婆婆和地血 就由六族星亲自通知一下了 到时候小妹在沐仙殿亲自恭候 三位道友大驾光临 沐青笑着说道 好吧 就这么说定了 随即 金色镜子上 金霞一脸 再也没有任何的声音传来了 那叫六族的男子 竟然二话不说的 自行 断掉了联系 墓殿当中呢 就剩下了 沐青女子一人 此刻 她的脸上 隐隐地浮现出了一丝 阴险的笑容 欲知后事如何 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 凡人修仙传 第九百三十九回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